他應該慢慢對我們這邊 上課熟悉之後的話 應該是每一堂課 每一堂課 跟每一堂課是 有相關聯繫 你看有時候 你說縣官又跟中益有關係 中益又跟道次第有關係 道次第又跟緣起戰 它是每一個跟每一個是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子 因為它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思路 用不同的方法來 補助這個東西而已 所以像你看昨天我們講到的 例如在緣起戰 我們說緣起的正因 那到底什麼正因 又是所謂的三因像 那三因像到底是什麼呢 那在三因像是什麼 就是在因類學要準備要介紹的了嗎 這就是因類學所要介紹的 我們以前如果對於說 什麼的覺得不足 或者好像是依稀懂的 可是你問一下又好像 又說不起什麼的時候 這邊就代表說我們從 別的課程 或者別的經書所要學 是要輔助這個邏輯來建立的 所以我們 社類學是不是它只是介紹 它是介紹好像從外 介紹到內 各式各樣的那種的 就好像把它擺出來而已 它沒有把那個 那個原因的那個連貫性 沒有說出來 它只是簡單 你看我就說 聲音是無常願有違法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可是這個邏輯裡面到底是 怎麼樣的扣緊 扣死 怎麼樣把它好像一個接著一個 不能少掉一個東西的話 這在什麼 這是我們在因類學準備要介紹的 所以我們從外在的介紹 介紹到了內在的 從外向的所知 介紹到什麼到心事 那不管是所知 心事也好 這些所有的連在一起的 那個邏輯在於什麼 就在因類學這邊了 所以我們等於說 社類學跟心類學交完的時候 我們是自然要準備進入到 因類學了 這就是等於說我們 在雙十節過後了之後 開始要準備因類學的 和因類學是不容易介紹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的邏輯的概念 會需要扣得很多 它是一層一層扣得很嚴謹的 它是 不是指那個大字 像你看 社類學我可以說 大字上是這樣子的 因類學它不走這個 它就是說 是就是 不是就是不是 沒有所謂的 大概是這樣子 大字上這樣 它是用很精細的 精密的 可是我想說 那沒關係 我們會 一一一一一的介紹